订阅杰斯频道,like和share我们的视频 集结力量,为自由攜手守护镇上 好,欢迎回来今天,杰斯频道 是不是叫杰斯频道的? 杰斯频道也可以,杰斯短打也可以 我和你这个都是放杰斯短打的 cross over 这个坚尼地 是啊,我忘了你新频道叫什么名字 我只记得杰斯频道 是啊,杰斯频道就和这个坚尼地 又来cross over 一集 这集真的要找杰斯去说多一点点 尤其是施叔告诉我们 就是之前讲过很多故事 都关于这个内地工厂的事迹 我看到一宗新闻 他说现在中国国内 就是因为那个订单不景气 有部分的员工就说 提早放春节假期 现在是11月左右 就已经开始放春节假期了 接着之后就回家 就没有打算回家 所以我一定要问一下施叔 你工厂经验这些我没有 你有工厂经验 可以这么早放春节吗? 不用付钱 可以有起有福 这几十年 其实提早放春节假 就不只是今次开始 以前也试过 就是很多工厂聘请不救人 然后就有一段很长的时间 特别是2000年 打后的十年八年 工人就很吃香 所以工厂就想了很多方法 特别是在那些优惠 那些优惠 那些优惠 在春节之前放假 就安排一些错峰的放假 有些早些有些迟些 也方便大家搭车 譬如说有些住得很远 以前我也认识很多工人 住在黑尔滨 黑龙江 或者东北那些 那些就早点走 那然后呢 你让他早点走 然后还有很多巧妙的事情要做 譬如 你想先出粮 不行 你回来才出粮 给你 那就可以令到他可以 可以的吗? 有什么不行 你问共产党有什么不行 那你做厂 就是做厂资方那边 都是学共产党的东西 那我们从来都是一个想罚的概念 就是没有教育 总之就是做得好就奖励 做得不好就罚 所以工人也很惯 那他就回来才拿 你有过长梯 你有过长梯 他也有过长梯 他回来都可以拿完份 然后走 那时候就很多事情要做 很多这些事情要准备 譬如你春节回来 你会看到那些火车站 或者特别是火车站 或者客运站 或者客运站 那些 很多工厂都放在旅游包里面 真的很大牌场 就去接工人回来 就是骂回来 直接是人盯人 那段时间就是另一个日子 那时候工人都可以 譬如你那些宿舍 没有冷气 没有空调 那他又不做的了 所以那时候是要做很多这些功夫 那你试到不好的时候 我们都试过 那一试到不好 就会另一个情景 就好像今次那样 就是会担心走一转 再回来又少了一阵人 那其实现在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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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莞 我略有所知 因为我都 我都有六七年 就是眨眼了 就是没有回东莞 那但是东莞 就是我也有些朋友 有时候会拍照给我 那我的好 我的感觉 其实就特别 这两三年 其实两三年之前也开始 就是东莞就好像一个 直接是很有那种 那些罗马那些古城 就是那些人去 你很有那种去做 是一个围子 是有没有再说得对 是呀 那些围子 就是做 考古学那些那些地方 那样 那就十七九空了全部都 那就是 就是 如果你现在人 你现在 落地 落东莞 譬如你跟着我 我就会带 啊啦啦 Jacky这个位置 以前就是哪间哪间夜总会 啊 那我们在那里 那时候有多风光啊 那这条柱 就可能就是 那个 那个夜总会 剩下的一条柱 那就是 那你怎么做 所以 就是 今年就会 其实有什么担心啊 现在我觉得很多 我觉得很多 做厂的 都不是太担心 说工人不够 那样东西 因为 你刚才说了 订单 少过以前很多 那 是啊 那其实 其实 你在想着 春节 之后 有多少工人 回到广东省 不如你想想 广东省 在春节之后 有多少厂 借着个细 再倒闭 就是 其实已经倒闭了很多 那 有些 在那些 其实是懒得倒闭了 那 还有 很多 我想剩下的 都是一些厂仔 就是那些大陆老开的厂仔 如果你说港资台资 即是有规模的 其实搬得都搬走了 是啊 但是你刚才所说的 那就是我今天想问的问题 就是懒得去倒闭 因为在香港 其实这件事是不合理的 譬如有家餐厅 现在那个北上消费了 那我倒闭 那就是提前一个月 或者两个月 通知同事 接着呢 我现在要倒闭了 给你一两个月 接着和政府清了一条数 我想一个多月 你应该都可以倒闭了 我见现在大陆的厂 那你没有订单 那就倒闭了 但是 很多厂都不倒闭的 其实是发生了什么事 为什么不倒闭那间厂呢 倒闭就很容易了 很多原因的 但是我想 大体说呢 就在大陆做厂呢 如果你做到很有规模 你见到那些老板 其实都很头痛的 就是 倒闭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 倒闭要首先 第一件事要有钱 所以你 没钱才倒闭的啊 是啊 这个就很好笑 就是你当然是没钱才倒闭的 但是你在大陆做厂 你倒闭的 就是要 要 要有一够钱的 就是 不是开玩笑的 就是如果你说 巨规模 以前巨规模那些 什么叫巨规模呢 我想 我们这样比 如果你请到 一千工人以上 那些叫有规模 那你 如果你要倒闭 很多做一千 一家学校而已 不是啦 看你什么年代 看你什么年代 OK 如果你说 十几二十年前 一千工人 就不是很多 不是很见得人的 那 但是 这 这十年八年 再近些 这三五年 哇 撑你个废 你还有一家厂 有一千工人 你真是 就是 做皇帝都可以了 很厉害的 就是神乎其忌 OK 那 现在很多厂 在广东省 几十工人 还有 有些 就是不会养工人的 就是 接到订单 回来 到处去找工人 就是拌散去做 那现在已经很删債了 那 所以如果你有千工人 那些工人 那些工人 是很新的 所以你发觉最多的情况是什么呢 那些老板就是走老 走老是最多的 那 因为你付不了 你没有钱才倒闭的 有钱我怎么倒闭呢 你如果正常程序倒闭呢 你就起码要拿一千多百万出来 摆平它 最主要是工人的遣散费 那你还有清了租 找了一些 供应商的费用 政府的费用 全部都结算了 你就走得了 那他都觉得他说的时候 都很简单的 那你问题就是 喂大哥 有一千多百万 如果我有一千多百万 我都不会倒闭 所以你发觉 没有什么厂是 按正常程序倒闭的 你看到很多新闻都是这样的 就是如果这些大厂倒闭 一定有新闻卖的 那些新闻其实千篇一律 就是老板突然走路 工人就起控 那之后呢 那些村的政府 或者是市政府 有时大会上来 就提升到一些省政府 那就会派制服部队来镇压 那你会看到那些厂倒闭的时候 那厂倒闭的时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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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维稳的角度呢 你可以 就是 这个地方政府 就一定会 一定会拿钱出来 就可以把他摆平 所以 所以 前几年都试过 2008年 都试过一局 就是整理很多厂倒闭的时候呢 很多广东省的地方政府的压力也很大 因为你真的 因为一摆不平就会暴动 所以你比如说几千工人一倒闭 然后就地方政府介入 那就谈划 最初的几天 那个程序一定是这样走的 派那些工人代表出来就说了 因为如果要补水很严重 要补水要按着连织 可以补十几个月亮给他走 这些也是存在 补十几个月亮怎么收拾 简单说 譬如 所以你收不到一个工人 譬如有些工人打了十年工 他走的时候你就要补十个月亮给他 一年多一个月大概是这样 还有些五险一金工了那些 到倒闭的时候 正常的剧本就是这样 到倒闭的时候工人就说 蛤? 我老板对上了十年都没有跟我工过吗? 就是MPF 工人一份 老板一份 老板多数都没有工的 老板 老板没有工 然后老板没有工 你用香港思维 你用香港思维 那政府不知道吗? 十年八年都没有工? 是 知道是一回事 但是地方政府一定跟你老板很友善的 所以五险一金又要争择 然后份量又要争择 然后地方政府就一定跟工人说 我哪有逐个月保给你这么好? 当然不可能 现在走老是你老板 有的保给你 已经是这样 他说的那时候 有两个后面 通常都有两个握着把枪的人 就绑着他 现在我就这样给你而已 通常就是 正常情况 多数出现就是 譬如你 可能你计算一条数 是拿到一万元的 你老板应该補一万元给你 那他可能都是三成左右给你 给你三千元 那你就走人 类似这样 拿拿 不拿 我就拉你回派出所 这样 鬥大的 但是当然 中间有很多争执的情况 就是有些工人 我怕你啊? 啊? 拉我就拉 我再反转你 带出所 鎖到就行了 这样 大家拆好他 那些年 也很差 2008年那时候 金融海啸 那时候 很多地方政府是很大压力 因为你撿开就不像一间 但是到后来 老板又要看你怎么走路 很多老板 我认识的那些 比较多就是走回香港 因为通常都是港资那些 那些 以前你过境 一国两制 那些年 是不是? 就是这样 那一走到回 一埋到走回香港 就是没有人 没有 就是趋你不像 拔你不像的 最多呢 最多都是有收数公司 上来找找你 那你做得闯 老板怕什么 你收数公司 不是共产党都搞得行 收数公司就是简直濕濕水 所以就搞定了 但是 去到17年左右 大概1617年左右 西环 直接有个部门 就是帮广东省那些地方政府收数 那你就怕 不是吧 当然 一国两制 你不要说一国两制 那都说 Limited Company 收拾了 我都走了 是不是? 你还要过来追我 你追我都没用 你真是杀杀 你真是杀杀 你令到地方政府不见一千多百万 OK 然后就西环做事 有的 那后来 1617年后 就有很多和字头 新计那些 都帮很多这些生意接的 那然后呢 就不是一般追溯公司方法的了 石头就夹了你的人 交给西环 西环会有人安排 接着扔你回去东莞 我都不知道见多少 然后呢 就经济犯罪 入你十几二十条叉厨 莫需要有 接着就说数 通常都可以用钱搞定的 那你就 总之 地方政府 跟你找一条数 这么多 给你一条数 你看 接着地方政府的 心灵创伤 也都要你补偿 加一加 加一加 当然要动你 大哥 夹你回去 那所以 放下 如果你是一千工人的 那些 scale 通常就放下 老板放下二三千万 那你就就可以了 那这样 那这个就是中国式的倒闭 那就搞定了 以后不搞你的 没什么问题的 就是 我们的国家很文明的 是的 不是的 第一件事我真的在想 香港港资 其实倒闭 当然倒闭不是一件好事 但是也挺容易 因为其实港资的老板 是坐在家里的 那里面都是内地工人 打个电话回去 说倒闭 然后第二天就坐在那里 就没事了 还有我是夹不到 香港的工人回去 老板怎么回去 我当西环抓了他都好了 那时候哪有送中条例 就是现在都没有了 就是你都夹不到我回去的 那你就是信林郑月娥 不信我而已 你说到这样 是不是 就是我说的那套秩序 是你在地上看不到的嘛 那还有因为 你刚才那句说话 就此言差异了 很多港资的老板 就不是蹲在香港的家里 就是不是没有 你如果你说 那些老板 是田北 田家那些田北俊 那些当然是蹲在香港 每天你看到他 他吃西餐 但是这些不是大部分 不是属于大部分 大部分的港资老板 你都要蹲在厂里的 你一个星期 起码有五天 都会上厂的 所以捉你真的很容易 因为你怎么可能想像一间工厂 就是那个龙头 是长期不在那间厂里 做厂其实是很疯心的一件事 不要说老板 Jacky 我2008年 那段时间 我都经历过一次 我做的那间厂都倒闭了 我那间厂也是巨规模的 三千多四千工人 那就是选择一个中秋节的假期 也算是长假期 然后呢 在那段时间 就放假了 放了几天 那老板就可以顺道走 走老 走老也是回香港 然后呢 我老板对我不错的 他一定不会透露 给我听那间厂会倒闭的 那他就想了些东西 就叫我中秋节就撒走我 就叫他说 放完架回去 不用回厂 OK 那有些东西你帮我去搞搞他 这样 事后都知道 就是他都很看述我的 因为我作为一个经理仔 只要我是香港人 我都死了 告诉你 如果那天倒闭那天 我在厂 我 就是两个情况会发生 我一旦就被工人容忍了我 OK 就算工人容忍了我 我都一定给地方政府那些 平时和我都喝喝吃吃 很友善的那些 那些党委 就一定都会扣留我 那我就会被变成 好像巴勒斯坦那些人质 那样 那你就找你的家属 找钱上来熟你走 那你不断地说 我不是老板 我是经理仔 我都是打工的 我打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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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怎么办 那你真的没有回去 但你翌日就知道 一家厂就收拾了 那 那就是梁振英老婆那句 深口倒抽一口凉气 然后抹一把烂寒 哇 执回一条命 那所有事情 然后我就在香港见那些老板 然后我们香港 我们香港员工呢 就简单了 我们香港员工就跟着 雇佣条例 那老板就说 那我一直都没有钱赔给你的了 你就走上去 劳工署 那找破产欠生基金 那里补给我们 那破产欠生基金 补到八成左右 大概八成 那我都拿回八成 那那些 所以说 这个是那些年的香港 就是你 有规有矩的时候 你不是很担心的 那你就 最多想的就是想想找一份工 你不用死先 还可以滩头一下 没什么所谓 当我说是铐 总之就收拾一条命 不用上去 那所以 就是我整个部门 几十个大陆妹子 然后跟着 打电话来找我 那怎么怎么怎么 那我 我都帮不了他们的 那他们自己 每一天就报告着 给我听 那今天呢 今天就谈到怎样 怎样 后来到最后 拿回多少 然后 就是 各自精彩 是啊 是啊 所以这个就是大陆式的倒闭 那你预计呢 那时候那些年 叫做有规有矩 内地就用共产党法 来解决它 香港你们就用香港法治 解决它 但是 今时今日现在的那种 整个规模 听闻了 那些人说呢 2008年那时候已经大了 但是这次看起来 那个规模更大 因为我们有工厂要收拾 我们有生产志愿要搞定 甚至乎我们有人收不到楼 然后还有银行 有机会提不到款 那我走不了 那么多 我走回香港都没用 那我们曾经试过一单肖建华 就够了 你走都没用 走过去这边 我现在在美国 走在这里 是啊 你现在走老 你不能走回香港 走回香港是没用的 因为香港已经是 one of the cities in China 那你走去香港 和你走去广州 和你走去深圳 有什么分别 没有分别 所以要走就要走远一点 还要好像 今天很多香港人 或者像我们两个 有一段时间你都不回去 如果你想撇除这些责任的话 那就是这样 是完全是上身的 至于你说 你说今次的倒闭潮的规模 我真的回答不了你 对不起 第一 我已经不是 就是我已经有六七年没有 就是我 因为你要明白一件事情 就是我想对上十年 只是说广东省的厂 其实已经都已经是倒闭不少了 那你再 就是已经有很多浸的了 那倒闭了 其实倒闭的比开是一定多的 不要说 我想朱三角是比较严重的 就长三角 一会儿都可以解释 解释给你听 长三角是另一件事情 那朱三角呢 就 因为厂开了很久 那其实大家也做到意庆难山 那然后呢 你龙头那些一不做 然后呢 你做厂 其实整个广东山 为什么这么多厂 因为厂其实是做配套的嘛 就是你怎样形成一个 整个生产的板块 就是你举个例子 富士康 你富士康都还有 周边就会有很多厂仔的 那些厂仔可能就是 提供一些纸箱 比如做纸箱 做纸箱 做吸索的包装 等等很多东西 然后就帮富士康 做一些sid track的东西 那你富士康一说不做 那些厂仔细一收小 然后其他那些跟着他 就是依附着他 那些厂仔细一路是这样的 那 但是回来说 你说这次的厂仔细一说 其实 我真的答不了你究竟是大 那些人说是小 但我想不会小的了 一定是大的了 那还有就是 特别是这两三年 因为你有很多 港支台支的厂仔细一说 它不是只倒闭的 Jacky 就是 你有很多的搬走了呢 那其实搬就搬了 譬如我都试过搬那一次去柬埔寨 我还早了 我应该如果没有记错 我没有记错 我都是一 一四一五年那些时间 我就已经 我就已经 尝试搬去柬埔寨 西黑老黑港了 那你一后来后来 其实到了现在 其实很多厂还坚持 如果还做的话 很多都去了其他地方做 你不相信 你走去Nike Adidas 那些连锁店 全世界 你现在买衣服 少了很多 Main in China 你留意一下 很多Main in India 柬埔寨 越南 泰国 China 是明显少了很多 所以说 只剩下所余的厂还有多少 我就真的不知道 郭台铭就还在 就是这样 是 我只能能回答你 水吧 水不了 是啊 你的话而已 他说他不怕 但问题 是吧 廣東省的廠 撿得就撿 走得就走 港芝其實沒什麼廠走的 因為留得低都不多 但是現在一個問題就是上海那邊 香港的工廠 以前我們就叫做一個天然的避風港 你搭一個小時車 幾個小時車 你就去到一個達陣去了香港 如果我在浙江省長三角開廠 我就沒得救的 我不是真的在上海回來 麥奇 你說走路 對呀 或者是撿廠 我是牽絲腳踏制的 你真是不對 你不要做生意 走路這件事是無分地域的 你買一張機票 你就馬上飛去台灣或日本 總之先離開那個地方 那這些叫走路 你不要經常用香港為一個中心 誰說走路要走 我不是跟你說 現在走路不能走回香港 即是你被人笑的 你說我走路 著草 他去哪裡 他回香港避一避 你可不可以被人笑死你了 傻丑丑 所以你剛才說的東西是不成立的 但是長三角是另外一種東西 長三角的廠是不同的 長三角因為很後期 沒有朱三角廣東省那麼歷史悠久 那些廠以前 長三角和朱三角兩邊的廠是很不同的 長三角的廠你一去到就新正很多的 因為有很多都是可能是2000年打後才坐落在那裡 還有做的東西也是比較不同的 即是他們那些表面上看是sophisticated 多一些的東西來的 即是比如你回到廣東省 那些廠是很棒的 很有工廠的感覺 譬如你還在做塑膠的東西 譬如塑料的東西 很多都是在廣東省做的 那你會看到那些都停留在七八十年代 香港的觀塘 新蒲江 即是那些感覺 那些廠是烏煙瘴氣的 即是那一層 是那一層來的 但是長三角的廠是2000年打後才起 而且他們做的東西就精密很多 譬如說化工廠就很多在長三角的 做化工的東西多 那些高科技的東西就會比較那邊多 那那邊的特色就是那些廠不多工人的 就算你說長三角 長三角都有 譬如二烏溫州那邊都有廠的 那些廠都比較刪債的 那些廠都是做成衣 做一些低端的東西 三來一補那些東西 但是他們都有特色就是 長三角是不喜歡養工人的 你去到十間有八間廠 工人都不多 那些廠整間 即是你一進去 平日三四十或三五十工人左右 沒有人做事 但是一旦有單來 那就會叫人來 還有那邊是樣板廠多的 你就未必知道什麼叫樣板廠 那間廠整出來很漂亮 我們形容就是工廠界的五星級酒店 然後就很具規模的 那些無塵塞 乾乾淨淨 那些廠不是要來開工的 那些廠是要來那些鬼佬客人 就帶他們去看 那幾天就開工了 那就是找些客人回來 就假裝開工了 然後就是為了接到那張鬼佬的單回來 一接了回來 又是丟回去給那些山寨廠做 那所以長三角那邊就沒有那麼... 跟廣東省就很不同了 就是他那邊倒閉就容易很多 就是你起碼跟工人計算那一刻 都已經少了很多功夫了 那其實這三五七年 長三角的廠都倒閉了很多 但是他們還有一些 比如花工那些都還有生存空間 因為花工有很多內地單做 環保條例 因為環保條例 其實有很多廣東省的廠都搬上去長三角 長三角那邊的規範會稍為好一些 還有花工那些 你一直還有工作的 衰極也有工作的 你只是幫阿爺做分泰尼都搞定了 對不對 分泰尼就在花工廠做了 那些分泰尼都在欺騙你 為什麼美國人... 我告訴你 你說這個很有趣 美國人 美國民主黨 拜登在欺騙美國人而已 首先 分泰尼的問題 那些藥是用來止痛 這個很複雜 那些人吃止痛藥 但是分泰尼有上癮的作用 現在吃到... 現在就非常嚴重 美加的問題分泰尼真的相當嚴重 吃到變成毒品 但是你要明白 那些分泰尼的製成品 其實大部分是由墨西哥進來的 直接生產 你直接可以當它是製造的 但問題就是 它背後那些原材料的提供 全部就是來自中國 那你怎麼按呢? 除非跟中國渣爬 什麼拜習會講完之後 只有一個講字而已 他說他答應你 好吧,我回去看看 我就在源頭那裡做些功夫 你做什麼功夫? 你愚蠢的 首先一件事 十間有八間的化工廠 都是阿爺的 你說阿爺沒有份在 你先找個信 那阿爺現在經濟畢竟都要賺外匯 那 那 分泰尼是轉外匯的 直接外匯 當然是轉外匯 大哥 其中一件 現在都少有一塊可以賺到錢的板塊 你叫那個 你美國佬差不多跟那個大毒梟去談 你就叫那個大毒梟 你說 喂 看看 不要這麼多毒品出來我賭 你說那個大毒梟答應你 你不是說笑 除非你開門 那大毒梟會跟拜登說 那你有什麼好處給我 我也要賺錢 除非你民主黨密室談判 你說 在別處補一些好處給你 那就是另一回事 但當然不是這樣 所以 那些化工廠現在都做很多分泰尼的事情 等於在五十年代 共產黨被全世界圍堵的時候 新中國剛剛成立的時候 被他圍堵的時候 他仍然在賣鴉片 藍泥灣 是不是才唱藍泥灣的歌 藍泥灣的歌 藍泥灣的歌 就是做鴉片 殺人王 黃鎮 你搞什麼 你猜真的很難打得 他其實就是在那裡種鴉片 共產黨種鴉片 種了二十幾三十年 由中國 由上世紀三十年代 一直種到去 不止 我告訴你 嚴格上告訴你 19 我想 七十年代 去到差不多鄧小平年代 經濟真的改革開放 共產黨才肯扔下鴉片這盤生意 是一直種到 種了五十幾年 頂你的肺 你哪個人可以停止他 就是同一道理 他不用吃 是不是 華潤 香港華潤 你以為真的做超級市場 是跟英國人打交道 然後給香港以前的黑社會 這些真是歷史 你們只認識那些什麼 呂樂 英國人 英國人是隻眼閉 給共產黨在九龍城 那些 在那裡開檔賣毒品 大佬 很多都是跟左派很有關係的 就是這樣 不知道為什麼寫來講這些 不過你說得對 因為我們外界美國那裡講這個分泰尼 整天就是講這件事 其實他們很多事情都是在墨西哥做的 但是原材料 中國不會整顆分泰尼的藥做出來的 將它打散成一些 大家都覺得出口到的原材料 不過那個盤子就放在墨西哥 中國運到墨西哥就運上來 早期的分泰尼 五年前左右 直接是由中國製成品進來的 那你現在講的那些Made in Mexico 所以這就是中國人的靈活 你如果可以做一個研究就知道 雖然那些是由墨西哥入口美國 但是肯定那些都是大陸佔了的生意 就是它有一個生產鏈 它現在我都要面子的 總之就是沒有Made in China的 你現在的分泰尼 你跟美國人講 你這些分泰尼沒有中國入口的 哪有中國的 不是我做的 我沒有入過你這裏 我也是賣完材料去墨西哥 你就找墨西哥 就是這樣而已 你明白嗎 這個鑽石很漂亮的 你如果五年前 那些分泰尼真的Made in China 現在我幫你打擊了 哪有現在 是不是 所以你跟黑社會聊天 就是這樣 所以聊來做什麼 我也不知道拜登聊來做什麼 他不是老到傻 他當然有他的目的 但是我們要告訴大家 就是這些拜集會 聊一萬次都是沒有意思的 我完全不明白 因為我外面就是三藩市市中心 那這裏呢 我過了兩條街道 就全部都是毒品鬥來的 已經是 毒品鬥啦 晚上行不到的 社會問題啦 就是我怕你在三藩市 而你說得你在三藩市 你早說的嘛 說得 是嗎 我以為你不能說的 OK 譬如說我在溫哥環 我們會看到一些現象 就是社會問題 就是那些Homeless那些人 那我現在 我都 偶爾都 現在我開始 我不知道 Jacky 其實我覺得你也值得做的 如果你在三藩市內 那有時候 你其實下去 跟他們聊聊天 那就了解一下 那麼他們很多都是 其實Homeless 都是跟毒品有關 跟芬太尼那些有關 很棒的 你跟他們聊天 看不到他們的樣子 他通常就 我不知道有沒有見過 他們很厲害的 整個人可以 就是 咬腰這樣 烏底身 烏底身 站在那裡可以睡著的 那就 就 厄立地在那裡睡著 還有 就是 口水鼻涕流了 其實都很嚴重的 跟他們聊天 但是這個就製造很多這些社會問題出來 是啊 而且反過來 他們不是想像中那麼可怕的 最多是臭一點 骯髒一點 阻礙街的 而且通常吃毒品那些 比打劫那些 又是我外面那裡 打劫和食品 雖然放在一起 但是分別是兩種人來的 毒品那個是動不了的 但是打劫的就是恐怖的 夜晚不能開門的 很多這些故事 很多這些故事 比如和寵物的故事 這個 這個out of topic 我們待會再說 繼續說 你那些什麼大陸廠的 其實不是說大陸廠 因為之後呢 我們就要說另一件事 就是 剛才看到拜集會 你都知道傾來是沒什麼用的 大家只有一個傾字 但是有個人呢 傾足了一百年 起碼那一百年 傾足了三十幾年 都有一百年的 人家是一個高人 就是他可能一出生 已經開始談了 即是談了一百年 我知道你說誰 就是我們剛剛正在做節目 就是 昨天 八歲過身 都是笑桑來的 基辛格 是的 不過我也有一點點驚訝 即是 他等那麼久 不是幾個月 那又不要這麼黑心 我是天主教徒 我昨晚也有位祷告的 即是求主 即是我跟主說 我說 又有一個人上 不是 有一個人在你那裡 不過是 就是主 就 不過這個人真的 就 要寬恕他 就難一點點 你可以的 就交給你了 整抽罪罪孽 那就希望主 你都要寬恕他 帶他進入永恆的天國 那 那希望 希望我們有一天 都會在天國重聚 那我可以跟基辛格 都聊聊天 喂大哥 跟基辛格聊天 真的 可以聊很多 如果你喜歡歷史 你就真的可以聊很多 過往一百年 你看 越戰 跟著 中東的問題 跟著 跟著 打開中共的潘多拉盒子 跟著 還有 促成 這個 美蘇的 藍武 哇 幾個精彩的人生 對不對 所以 就是 我也有 求主寬恕他的 就是 很特別 即是我說 驚訝就是什麼 幾個月前 喂 大哥 一個一百歲老人家 還可以坐上飛機 飛十幾個小時 來到 他最喜歡的土地 見他的老朋友 習近平 對不對 我昨天就馬上想 究竟他在說什麼呢 是不是他就知道 他跟阿習 原來最重要 這次真的要過來 一百歲都要過來 為什麼呢 我告訴阿習 這次我就最後見你了 我都聞到 那頭近的味道了 所以跟你過來 farewell 就是我在想 多厲害 是不是 真的沒有想過 是今年死的 因為 就是 整天都見到 如果你計一百歲的 那個 那個 最高的曝光率 一定是基辛格的 整天都見到他 是不是很忙 忙過我和你 是不是 真的很厲害 他在我心目中 好像是摩西一樣 可能應該是一百二十歲的 起碼到 一百歲都難去不了 那他就走了 就是說走就走 有些少許不捨得 是啊 所以不捨得 我們做多一節 做多一節 我們就和大家說說 好啊 基辛格的故事 待會回來繼續 走